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將會講就是豬子裡面的太精團體戰的一些概念 以及太精團體戰推薦什麼的精靈 這條影片在最後都會講一講 這條影片是新手玩家適用的 是非常適用的 當然也有些技巧 可能一些高手玩家玩了很久的都未必知道 大家也可以看看 這一篇會以五星以上為主 學識了概念其實全部基本上隨便打 練多幾隻不同的精靈 應對不同的動 最後都會有一些推薦的精靈和一些練法 六星以上必定要配輔助型 其實五星以上都可以 不過它會增加加快力去打贏的速度 千萬不要做雷隊友 不要送頭 因為送頭會扣減挑戰的時間 善用立喊打氣的指令 這個非常有用 太精化的技能可以對太精盾造成更多的傷害 還有記得看看這個戰局究竟發生什麼事 避免作出一些錯誤的判斷 譬如是一些刺耳星武擊中 如果你開了技能打下去 有機會是一擊打不死的 OK 下一頁 這一項就是超級重要的事項 相信有一部分人應該都未必知道 即是說你可能 你一下子可以打得贏六星的太精盾 但你也可能未必知道這件事 速度只是決定玩家和敵方的出手順序 它不會影響玩家之間的出手順序 跟以往的遊戲不一樣 簡單來說就是 玩家之間的速度並不會影響玩家誰的出手 這件事大家記得一定要注意 是看玩家誰下指令 即是攻擊或打氣 用一些技能等等 下面就給了一個例子 怕有些人都不太明白 剛才那個是什麼意思 這裡寫了A方的速度是167 B方的速度是97 敵方的速度是166 而A方在第一秒的時候用技能 B方在第三秒的時候用技能 這個順序就會是以下這個順序 A方是比敵方快 因為我們A方是167 而敵方是166 所以A方是比敵方快使用技能 而之後如果B方在第三秒使用技能的話 敵方是比B快去進行攻擊 這個大家記得要留意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的就是 玩家之間誰出手先是看誰先按 看誰先按 並不是計算速度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下一頁 看清楚隊友是用輔助還是輸出型 自己再補位 比如在街場的時候大家記得要看 你的隊友到底是用輔助還是輸出 陣容多數都是以三個輔助一個輸出 或者兩個輔助兩個輸出為主 太多輸出或者太多輔助都會影響這個勝率 避免選擇一些被敵方克制的屬性 假設你是用珠神 顧勒頓的話 對方是惡系的沙內斗 理所當然地 顧勒頓是有格鬥屬性 而且他自己也是格鬥屬性 但是由於沙內斗原本的屬性就是妖精系 所以月亮之力其實有機會一發就帶走珠神 這個大家一定要留意 這個是一個經驗之譚 可以說是 下一項要注意的事項就是 精靈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輸出 另一種就是輔助 輸出型多數會配有劍舞 鬼計 復古這些能夠增加輸出為主的技能 而輔助型很簡單 就是降低敵方的防禦 或者增加我方的防禦為主 例如是光場、反射場、刺耳星、金屬陰 甲哭等等這些技能 當然有更多的輔助技能 但是這次影片主要講一些主要的技能 那立喊打氣的時機是什麼時候呢? 一開始的時候都說過 立喊打氣很重要 這裡我列了一些立喊打氣的使用時機 當其他隊友都殘血 或者進入了異常狀態的時候 你如果用回血打氣的立喊 他就可以幫你回血 以及解除異常狀態 下一個就是當隊友成功使用 復古或者劍武的技能 而且幾乎滿血的狀態下 你就可以使用加攻的打氣 令到他的輸出更加提高 從而做到一擊必殺這個效果 而第三個我覺得比較少用 就是覺得如果敵方傷害高 你可以使用加防這個打氣 他這個是加密防和特防的 所以其實都算是有些用 但是我自己就很少會開 我多數會開回血和加攻比較多 那假設我是新手 那怎麼辦呢?什麼精靈都沒有 盡量選擇一些防禦性比較高的坦的精靈 使用立喊打氣 可能比起使用技能更有用 千萬不要以為輸出過就是萬能 不斷輸出 千萬不要這樣做 而保命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什麼都不要做 不要動 不要用技能和打氣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做錯了一些東西 有機會令到整場就會輸 所以這裡千萬不要動 如果對方有跟你說的話 你不用技能的話 那隻BOSS也不會打你的 除非他血量過半 就有機會出一些技能 這個就無可避免了 這個大家就要看回當時的情況 來決定用什麼的戰術去打 這裡就列出了最實用的輔助技能 這裡大家可以選擇一些 擁有這些技能的精靈 去打這個團體戰都可以 而輔助技能就包括幫手 挑釁、光場、反射場這些 以及剛才說過的一些切耳聲、金屬音 其實都屬於輔助類 最後我們就說一說精靈配招方面 輸出方面就是馬尼路禮 特性是大力士 這個一定要注意 固執性格 而道具就是空背靈 也就是背殼之靈 道具其實不一定跟著我 大家如果玩下去發現 有些可以改 其實大家都可以改 不一定跟著我這個 努力值這些 盡量跟著我推薦的方法 對 右手上就說到這個精靈怎麼用 就是先手用復古 之後配合隊友的刺身 就可以進行秒殺對方的動作 需要小心的就是毒系雷、草系技能 稀鬧也有機會失誤 只有90名重 這個要注意 下一個就是仙子衣背 仙子衣布 就是特性妖精皮膚 性格內斂 加特攻減攻 道具也是空背靈 當然這個是比較保守的道具選擇 大家如果覺得輸出不夠 可以選擇其他更多的選擇 努力值方面就是血量跟特攻 然後配高音 破壞死光 其實這幾招都已經夠用了 仙子衣背其實是用來做輸出的 做輸出打一些龍系 一些格鬥 惡系是非常適合的 超實用的輸出角色 亦都可以用來掛機拆這個校園爭霸 相信有部份人 亦都可以單刷最近七星噴火龍的神覺 冥想加特攻特防 然後再用假兇降低對方的特防 最後用破壞死光 立即就可以秒殺噴火龍 好 下一隻 下一隻就是鐵磅碑 鐵磅碑就是屬於紙板的未來精靈 有些可能就未必有 那就要找人幫忙去交換 性格方面都是固執 都是物攻流 都是空背靈 或者是命慾 如果覺得輸出不夠的話 炎耳血量 炎耳攻擊六防 吸收拳 近戰 近身戰 以及狂野伏特 復古等等這四招 配合復古的六級攻擊下 可以一擊秒殺一些弱屬五星或者六星 當然六星開始有點難打 如果這一個人打的話 有機會翻車的 因為單人沒有鋼防手段 如果單人打的話 在有隊友的輔助下 是一隻好的輸出角色 但是要留意呢 狂野伏特 這一招其實有機會一開就會死 一開就會死 所以其實有少少冒險 有少少冒險 然後吸收拳其實都可以用 吸收拳一定要用 因為有些時候 當鐵磅臂開了復古六級之後 用吸收拳其實是比較保守的 下一隻就是輸出角色 貓頭目 相信大家都應該見過 在劍盾裡面也有機會用過 它的特性一定要降之意志 因為降之意志能夠增加降屬性的傷害 性格固執、道具的感覺鏡 而配技就是劍舞、挑釁 以及鐵頭刺耳星 這四招已經足夠你去做一些輸出 或者輸出都可以做到 這隻貓的厲害之處就是 它能夠做到輸出和輸出的定位 半輸出和半輸出的角色 如果有四隻貓頭目 可以疊加它的特性 降招式乘1.5再乘4 沒有隊友的話 就只能乖乖做這個輸出角 非常簡單的一個解說 這個貓頭目 還有一隻輔助寵 月伊貝 特性精神力為主 因為怕同步有機會影響到自己有 性格方面 加防或加特防 道具都是帶廣角鏡 因為它刺耳星有機會失誤 所以帶一帶廣角鏡 提高命中率 努力值方面 炎而血 炎而防或特防 這裡其實沒什麼所謂 這裡其實沒什麼所謂 因為月伊貝 其實去到差不多70多 100已經很高防 很高特防 已經夠用了 好 特性互換 這一招非常之重要 因為去到有些場合的時候 精靈可能會遇到一些 沒辦法降低它的防禦的特性 例如是降海鴉的鏡甲特性 它就沒辦法吃到一些變化的人 這個在特性互換下 它就非常之有用了 挑釁下就是用來挑釁一些 一些可能用一些變化的人 一些麻痺 一些燒傷的人 在這裡月伊貝就很有用了 幫助沒什麼特別 都是幫隊友增加傷害 刺耳星 刺耳星就是幫自己降低對方的特防禦 刺耳星就是能夠降低敵方的防禦 沒什麼特別 它是一個神輔助角色 我覺得它是神輔助角色 每個人都要練 有些敵人的特性很麻煩 例如不復書等等 特性互換下就可以解決問題 而月伊貝其實都有一個優秀的傷防 所以覺得絕對要練的一隻輔助寵 如果你是經常打團體戰的話 那大概就先介紹到這裡 基本上其實已經夠打大部分的六星動月 那記住一定要看清楚 那個戰局你才決定怎樣打 那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自勝的關鍵 那如果你有地方都不太明白的話 那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會再回覆你 那這次的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